記長 蔡君彈請 記長好 是 這一集的 經濟協人的這個雜誌的封面 您看過了 是 這個 上面寫著 這個 中國要買全世界 現在中國可以說經濟結起以後 他 要買美國的國債 要買美國的石油田 要買這個礦產 甚至於買了Blobo富豪的這種汽車廠 所以他現在是 要買全世界 那現在很多人都在講 現在中國 對台灣 現在不是用過去的傳統的軍事的換台 的模式 現在算一算 打你不只買你 算來算去 算算的 打你不只買 全去買 所以現在 他用透過各種的一個方式 那麼在 用經濟的威脅台灣 用文化侵略台灣 甚至於掌控台灣的媒體 那慢慢的 要控制整個台灣 不管是 以論 思想 甚至於 經濟 您對於中國經濟結起以後 對全球的衝擊 對台灣的衝擊 您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跟委員一樣 事實上他是用他的 靜替力 希望能夠 主宰 影響 全球 您剛才談的都是 那您現在有沒有什麼 站在一個 國家安全的一個角度上 過去是一個 談的是一個 傳統安全 現在在非傳統安全 總共性責任 安全的一個角度上 我們國安局 有沒有什麼因應 有沒有什麼 黃賭 基本上 是現在這個 這個經濟已經是國際化了 其實台灣要單獨 來防止中國大陸的資金介入 是不容易的 因為 大陸的資金 它可以用各種方式 用 比如說台資 用外資 事實上我們沒有這個本事 來防止它 但是 這樣子的風險 我想 政府的機構裡面 對於 這個中共 這個來台灣投資 走帶來的這個風險 大概大家都是了解的 局長我想台灣的這種 經濟 是 從過去的李登輝時代的 借給用人 到陳水扁時代的 這個 積極開放 有效管理 到現在 全面開放 鼓勵民眾到中國去 甚至於 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開始 大家認為 中國的經濟 台灣的經濟 可能被中國守住 昨天的報紙 台灣對中國的一個出口 佔GDP的比重 是全球最高的 全球最高的 是第一名 甚至於 還比 南韓第二名 還多了3.9的一個百分點 所以未來台灣整個經濟 如果被中國控制了 台灣怎麼辦 現在 中國利用台灣的所謂民主自由 所謂自由經濟的一個立場 事實上人家中國是危險的 我要來台灣給你幾個觀光客 就是幾個觀光客 你對我這個不利的話 我就隨時可以禁止 一個觀光客都不到台灣來的 我想這個整個未來台灣的經濟 如果被中國鎖住的話 台灣怎麼辦 而且現在它利用這種租金 一波一波的來 控住你的媒體 甚至於控住你 我最近 什麼都買 但是那一天 我在 這個審查裡面的報告 聽你的秘密報告裡面 我也偷偷看了一下 那個時候 一夜一省 每一省來 下了這個桃園機場 下飛機在桃園機場 這個記者會那種嘴臉 我實在是想到就棄 好像他們是 這個台灣經濟的舊數值 他們帶了多少錢來買 買面板 有多少買多少 好像是全部都要 把台灣的東西都買走 舊台灣的經濟 結果看了你們的報紙 看你們的報告 來了好幾十團 都沒有買 買的數字是零 都在欺騙台灣人民 對不對 有沒有 你們這個部分 你們要再呼籲台灣人民 沒有 對不對 經濟被控制 經濟的這種 四字被迷惑 這個東西啊 事實上是要喚醒台灣人民 台灣的經濟 不可以完全 鎖在中國 台灣必須要變相世界 如果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 台灣的經濟 被中國鎖住的話 那未來我們沒有 談判的人 的籌碼 未來萬一貿易發生爭端的話 我們手邊沒有東西 尤其現在 習近平現在談啊 什麼 我們要加強跟台灣的文化意識交流 文化 文化被侵略了 被侵襲了 也是一個非常嚴重啊 就像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整個美國 的一個文化侵略 隱屬文化的侵略 影濟因應略的侵略全世界 控制了整個全世界 台灣現在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 這種手段 一步一步的 侵略了台灣 我們到底 站在一個國家的安全的立場上 我們有沒有再防範啊 包括委員 這種風險我想這個 這個 政府的高層也有這樣子的警覺啦 不是完全沒有這樣子的警覺 所以現在一些風險的管理 我們也在加強當中 你應該站在國家的安全 你應該要跟高層講啊 實際上文化現在 他們的親愛 現在每一齣的大戲 一齣一齣的到台灣來播 我們看到的我們台灣的這個影技 怎麼跟中國比啊 人家是用這種文化在親愛台灣啊 是在控制台灣啊 是在迷惑台灣人啊 那我們現在的 還迷惑 還是迷信在所謂的 兩岸應該文化要交流啊 要多多交流啊 事實上是被文化親愛啊 我想這個角度上 您是應該要去好好的 站在國家的一個安全的角度上 你要去做防範 媒體 你看看 最近監察院 有沒有 吳翁山監察委員還講啊 他說最近中國過機關要買 台灣的這個新聞版面啊 行銷省事啊 每一個 這個版面啊 中國時報聯合報 一打開 就是哪一省到台灣來 要招商 行銷他們的這種觀光等等 我們站在國家安全 中國可以到台灣來登報嗎 來買版面嗎 那現在 吳翁山監察委員他也掌握到了 這個 中國報 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好 啊 逐節 在這個 北京 轉包 那麼 特別是以 匯款的方式來租混 租戶這個 這種 這種 對交的一種關係 這種情況 過 過去有 現在還是在發生 以後還是會繼續 機長 你有沒有辦法去做 還換啊 要不然 現在 中國是 用什麼方式 都在共駐台灣啊 你一步一步來 不是用心事的一個 說法了 正在國家的一個 安全上 難道我們這一點 我們不能夠 不去還換嗎 啊 機長 有沒有嘛 我要我給你報告 這些你剛才報告的狀況 我們都有掌握了 我們也有反應 但是我們國家 他有一個機制 反應什麼 每天都在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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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反應 對 這個 陸委會17號要就這個問題 開會來做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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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什麼演出 就是陸委會啊 要召集相關單位 因為我們也是相關單位的 一個受邀單位 我們是認為齁 是 現在的媒體 現在的文化 包括現在的藝人 尤其那 前幾天 東京影展 蛤 哪一種 哪一種中國人 那中國人在打壓我們台灣人 啊 這一次 講完以後 坦白講 我們台灣的藝人 為了要希望到中國大陸去發展 雅切無聲 都不敢講話 人家 中國是利用民族主義 在灌輸整個中國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們認為這種集組是愛國的 這是我們啊 我們台灣的藝人啊 我們台灣人是什麼意思 現在要勾住主權 主權不談 不要緊 我們主權一日一日在流書啊 所以我們是希望喔 站在一個國家安全的一個角度上 我們應該要告訴台灣人民 文化 藝術的交流 是潛在的 一種 啊這個 控制 甚至於侵略台灣的一個集組 這個你要講啊 而且你要防範啊 好不好機長 是 我想 台灣的安全 已經不是用金氏威切的這種手段了 我想 已經形勢在改變了 對 所以我們應該喔 在各方面的一個防範喔 我們真正的要 要做好 這個 整個台灣的一個 安全啊 好不好 是謝謝委員長